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文棠高老师,那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我们来继续帮你做复习,就是Process跟IPC的架构。 那这个小单元呢,我们要把精神集中在这一个跨境层的IPC,里头所用到的唯一的接口,就叫做I-My的接口,简称为就是I-B接口,I-B接口。 OK,那我们就会来帮你,让你了解呢,这个背后Android的框架,怎么去定义这个I-My的接口,以及呢,怎么去实现这个I-My的接口。 那下一个单元才会来告诉你,怎么来使用这个I-My的接口。 所以我们先来对这个I-My的接口的定义,先做个说明。 那这个接口呢,就是一般Java想也可以想得出来,这个Java呢,就是一般的,用Java的这个Interface的这个机制来定义的,来定义的。 那它的用途呢,就是跨IPC的一个通信。 所以这里说,当两个类都在同一个进程的时候,可以采取一般的这个函数调用就行了,又快速又方便。 但是当两个类,如果在不同的进程的时候,它就采取IPC咯,这就是在上一个单元,小单元里头已经解释过了。 那我们现在把重心就放在IPC的通信咯。 那通信呢,它是依赖一个,只有一个而已,这个接口,叫做I-My的接口。 好,那这个Cly端,来透过I-My的接口。 那,大家了解到Java的Interface机制咯,所谓Java的接口,里头就是包含了一堆的函数。 那么在I-My的接口里头,最主要,最主要的函数,就是Transact这个函数。 OK,就Transact。 那也就是说Cly,那么去调用I-My接口里头的Transact这个函数,就可以来调用到另外一个进程里头的这个函数。 那,透过对方,再扣对方的OnTransact这个函数。 那我们等一下都会来看到Transact跟OnTransact这两个函数的真面貌。 好啦,那我们先来看看,那我们先来看看在Android的原代码里头。 这个I-My接口,它是Java成的,所以它定义在I-My的点Java这个原代码的文档里头。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真面貌,所以用Java的Interface这个机制定义出一个I-My接口。 那I-My接口里头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函数Transact这个函数。 OK,那这个函数呢,第一个部分,这一个第一个参数是Bandma,这个是Code,是Bandma的意思。 这个我们之后会花很多的时间来帮你说明这个Bandma到底做什么。 那么现在我们就暂时不谈它了。 OK,这第一个参数。 那第二个参数呢,这叫Puzzle。Puzzle是一种类。 那要透过IPC的传递,我们都必须把我们一般的数据打包在这个Puzzle里头,才能够传过去给对方。 意思说,假如这是IPC,跨境成的,那这一边有一个,比如说Activity好了,这边有Service,对不对,那么这一边想把一个Integer整数, 把一个整数,比如说38,要把它传过来给Service,透过IMI的这一口。 这个时候,你就要把38把它放进去这个Puzzle里头。 Puzzle是一个类,你要产生一个对象,就是Data这个对象。 然后,把38打包进去这个Puzzle的这个对象里头,就是Data。 然后,在调用Transact的时候,就把这个Puzzle的对象,把它当参数,把它传递过去。 把它传递过去。 那这样子,对方就可以接到了。 那,这是往对方传的一个Puzzle的对象。 那回传的时候,有一个叫Reply,这个是倒过来的。 这边传过去的,他也会再把数据传回来。 传回来的时候,就是把它打包进去这个包裹,叫Reply。 所以,一个是Data是传过去的。 那么,Reply是传过来的。 OK,我们不能把自传,或者是一般的Integer,Double,直接当参数,传给这个IMI的这一口。 不行的,他必须把它打包进去这个Puzzle。 因为,这个在传递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时候需要去做Marshering,就是转变位置。 就是指针,转变指针的动作。 OK。 所以IMI的Data这一口呢,定义了一些这一个函数。 那其中最主要的就是Transact这个函数。 那,我们就来表达一下,用这个图形,来表达一下这个接口,以及接口内部的这个Transact的函数。 所以就用一位没有图来表达咯。 这是用一个圆圈,表达接口。 然后,这是接口的名字。 那,里头有一个函数叫Transact。 函数叫Transact。 OK。 那,接口就是G类。 接口就是抽象类。 也就是一个G类。 所以它是属于框架的一部分。 OK。 所以框架的一部分。 OK。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IV接口。 IV接口。 那IV接口呢,它是一个接口,但是总是要有一个类来实现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称为叫做实现类。 实现类。 这个。 譬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接口。 我们就会想象,那该有一个类来实现它嘛。 有没有。 所以这个叫做实现类。 实现类。 好,叫实现类。 实现类。 OK。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 在Android里头,有两个实现类。 因为跨进程嘛。 所以,有一边。 左右两边。 有两个。 OK。 所以,这是属于这一个。 左边的这个进程的。 那么,这边还有一个实现类。 还有一个实现类。 然后,有一个IV接口。 那,这个实现类呢。 就是,叫做Praxy。 分身。 分身。 譬如说,有这个Clime。 或是Activity。 或是这个。 Activity。 它透过这里扣它。 这是一个分身。 分身。 是,这一边的分身。 所以,它扣分身。 分身在透过背后的机制, 扣到本身。 有没有。 这就是。 好,本身。 OK。 那,所以,这个接口也是叫IV接口。 所以,Activity只要扣这个IV接口。 其实就等于扣这个IV接口。 有没有。 只是,它透过一个分身,把它转过来而已。 OK。 所以呢,才会有两个类。 有一个叫做My的基类。 另外,有一个叫做My的Praxy。 就是分身。 两个多来实现这个IMy的接口。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了。 有My的这个类,来实现这个IV接口。 那,有一个My的Praxy,也是实现My的接口。 那,这一边是跨两个进程。 这一边是P2,这两个进程。 然后,这边是P1,这个进程。 那,这一个,譬如说,这个service在这里。 假设,我们有一个service,这个进程。 那么,这边有一个,不是进程。 有一个service的类。 Activity。 这个类。 有没有。 那,这个activity呢,想来调用service。 而且是跨进程的这个IPC。 OK。 那么,它就会来调用它。 那,因为它在两个在同一个进程。 所以,这边用一般的function code就可以了。 所以,Activity透过一般的function code。 而不是真正的做很多转指的动作。 所以,可以让Activity的开发比较简单。 OK。 然后,这个再透过背后的IPC机制。 然后,扣到这个IMI的接口。 扣到IMI的接口之后,这边再把它扣到这里。 OK。 那,因为,这一个跟这个service是在同一个进程。 所以,这个之间的调用。 互相的调用。 只是一般的方心扣。 所以,对写这个service的人来讲,就比较简单。 因为,他不用去担心这个很多转指的动作。 OK。 所以,他是左右两边刚好是一对。 一个本尊,一个分身。 那么,这个分身呢,放到对方的进程给Activity用。 那,这边是放在右边来衔接service的。 那,这个整个架构的设计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把精神集中在Mind的这个实现类。 这个实现类呢,首先有一个transact来支援这个接口。 这个支援这个接口。 那,这个transact呢,会来调用这个onTransact。 这个onTransact。 那onTransact的本身,就是一个抽象函数。 所以,它是一种I,所以这是E,所以EIT要跑出来了。 要跑出来了。 那,待会我们就会来说明这个EIT,在这里的一个意义,以及它的表现是什么。 好,那么,首先我们就来看这个,透过这个Mind来实现。 实现,是一个IP接口。 那么,Mind的基类,主要就是支援这个调用service。 Cline,可透过某个来调用service。 当然,不一定是service。 那只是,我们是在这个,以这个当例子。 我们是Activity,要调用service。 你可以调用别的啦。 譬如说调用media player啦,等等的。 OK,OK。 只是Android来讲。 因为四大迪系,互相的调用,是一个很简单的机制。 所以,我们一般都会透过这个service,点击在这里。 那Mind的基类定义于这个Mind.java里头。 Mind.java的档案,就是在这里。 你看到,这个是Jaco,这是iMind的Jaco。 那这是实现。 这就是它的实现类。 那这个实现类,当然就必须去实现这个transsect的函数咯。 你看,transsect的函数,直接调用onTranssect,有没有? 调用onTranssect,就是在这里。 就是这个transsect的函数呢,它是来调用onTranssect的。 ok。 在这里,调用onTranssect。 ok。 就是,把executeTranssect等一下会说明。 它也是来调用onTranssect,在这里。 刚刚是transsect调用这里。 那第二个叫executeTranssect,它也是调用onTranssect。 ok。 所以,这里是来说明。 那onTranssect呢,就是一个抽象的,可以复写的函数咯。 这就是我们传统的EIT的这个i咯。 这个i,有没有? 这个i。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个就是,我们EIT的i。 这个是给客奈用的i。 这两个i不一样,这个我们称为一般可以称为ci。 这个就,我们传统的EIT的i。 我们就用这样表述。 OK。 这是刚刚说明的。 OK。 那这里有一个,刚刚这里还有一个本地函数。 本地函数。 这个。 之后会来仔细说明。 仔细说明。 所以,我们就来用文字来说明咯。 Transsect,只要就是提供给这个Client使用的。 那这一个executeTranssect,只要是给C++来调用的。 给C++来调用的。 等一下,我们会来做说明。 OK。 这是给一般的Java的Java层级的Client来调用的。 这是给C跟C++来调用的。 那它两个都会来调用OnTranssect。 这个函数。 这两个都会来调用它。 OK。 那OnTranssect就在这里啦。 OnTranssect。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i。 i就是要给T来实现。 给T来实现。 那这个i,我们一看到EIT的i, 就知道它是来支援IOC。 可以让G类可以来调用子类。 那引力的函数是属于, 因为我们现在的Mind是Java层的。 那如果要以C++来沟通, 那么我们需要有一个本地函数。 OK。 就可以让Mind呢, 来跟C++沟通。 让C++呢, 可以回过头来调用。 回过头来, 调用这一个Java层的ExecuteTranssect。 OK。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来说明, 为什么要这样做。 就是讲这个init。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再回到, 一文明的图咯。 你看, 这是Transsect咯。 这是让这个C, 跟C++底层的, 这一个C++的模组, 模块, 可以来调用它。 那么, 它就来调用OnTranssect。 那如果, 你这边是Java的Client, 就透过它, 对不对, 扣到Transsect。 这个Transsect呢, 扣到OnTranssect。 OK。 那OnTranssect是IOC嘛, 这是我们的I, 这是我们传统的I, 所以I意思要给我们写类。 写类。 那类类呢, 要implementOnTranssect。 那, 因为这是IOC嘛。 所以, OnTranssect会调用子类的OnTranssect。 它的结构是这样。 那init来讲, 这是给它Java往C++调用, 就是透过本地函数。 之后呢, C++就可以扣回来。 所以它是双向的, 由Java往C++调用。 那C++也可以往上调用。 所以, 它支援的是双向的沟通。 这个是, 这一边是Java跟C++的沟通。 这边是同一种语言的基类。 都是Java的基类跟子类的沟通。 OK。 我再说明一遍。 这边, 这边是谈的是Java的代码, 跟C++代码之间的沟通的机制。 是靠这两个。 那, 那, 这个OnTranssect是跟子类。 那, 子类是同一种语言。 G类跟子类, 它要来实现IOC的这个机制。 OK。 所以呢, 这一个Mind, 其实就是一个EIT造型里头的E。 有没有, 这个就是E。 那, 这个是给Cline的I。 给Cline的I。 OK。 然后, 再来, 这一个刚刚有说明过, 这一个就是我们的I。 这个I是要支持这个跟子类的调用, 支用跟子类的沟通。 在这里有没有, 这刚刚说明了。 只是在用正式的图, 帮你做个更清楚的一个了解。 所以, 它是透过这里。 所以, 这一个OnTranssect呢, 这是属于Java层的一种基类子类的沟通。 基类子类的沟通。 然后呢, 这个是属于, 让Java, 这边是Java的代码可以调用到C的代码。 那, 甚至再往下调用C++的代码。 那, 这是往下的一个机制, 就是叫Native。 也就是, 它支持从Java到C之间的调用接口。 所以, 这也是一种接口。 因此呢, 我们就有一种, 这个叫做, 给Cline的接口。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的, EIT的接口。 那么, 这个是属于特殊的接口, 叫做本地Native的接口。 它是, 那这个也算T, 也算X键。 对不对? 只是它是Native的。 OK。 那, 那, 这样就了解了这个Mind的, 这样的一个积累的用途咯。 这积累的用途咯。 好, 那么, 我们讲完了本尊, 我们先来看分身咯。 那, 分身呢, 其实就是, 把它放到这一个Cline的那个进程。 让Cline呢, 能够以同进程的方式, 来调用它。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 这也是一个接口咯。 好, 也是一个接口。 那么, 它是来实现这个接口咯。 好, 实现这个接口。 那, 这里头, 因为实现这个接口, 所以它, 也提供Transact。 它必须去实现Transact。 OK。 好, 那, 那, 这一个东西是, 它是指向本真。 好, 主向本真。 OK。 所以呢, 这个部分就是, 啊, 有一个指向本真。 那, 这个指向的部分呢, 就要透过, 啊, 这一个特殊的通道。 啊, 就是做转指等等的动作。 那, 这个东西, 会被包含在, 这个Metoplasi的内部, 啊, 内部的代码里头。 OK。 好, 那, 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等到, 我们, 在谈, GNI, 做到底层的时候, 我们再来说明。 现在, 你只要知道, 这个Metoplasi, Metoplasi, 它的用意, 就在这个位置。 给你回头看一下。 在这里, 在这里, Metoplasi就是这一颗, 这一颗, 那这一颗呢, 实现IV借口, 有没有。 那, 它这里头有一个Mobjet, 它就是, 用来指向, 这一个本尊的。 好, 所以, 让client activity, 可以透过它, 来扣到它, 再来, 扣到它, 再来扣过来, 到service。 OK, 所以, 一边放一个, 两边互相呼应。 OK, 这就是, 我们的, Metoplasi, 这边是刚刚谈到本尊的部分。 那这本尊的implement, 的一个实现。 那这本尊里头的, 四个主要的函数。 主要的函数。 那这里再说明, 这一个基类, 它有两个接口。 一个接口, 其实共有三个接口, 一个是给它用的, 叫CI。 那, 有一个是, 给子类用的, 就是我们标准的EIT的I, 来实现, 支援IOC。 OK, 支援IOC。 另外一个就是, 啊, 这一个, 这是IOC的部分。 OK, 另外一个就是, 啊, 支援, 对C++跟C, 的这个双向沟通。 所以这个我们称为是IN, IN。 那, 底下的C的部分, 也是插件。 这也是一个EIT, 的一种, 特殊的造型。 OK, 特殊的造型。 好, 那, 谈完的本尊, 我们就, 接下来就是在谈的是分身。 OK, 那分身, 一样, 支援这个IV接口, 给朋友来调用。 OK, 那Transactor呢, 再来调用本尊。 OK, 调用本尊。 好, 这个就是, 代表的是本尊。 OK, 所以我用文字来做说明。 当我们看到有Proxy的时候, 就知道, 他是, 要, 把这个分身丢到可爱的进程里。 OK, 来担任这个服务端, 啊, 啊, 在对岸的一个分身。 譬如说, 一个国家, 把一个大使, 外交大使, 派到对方去, 啊, 做沟通, 的意思。 所以, 这个Proxy, 就等于外交的大使, 啊, 派到对方的国度去。 OK, 啊, 所以在跨境城的沟通的时候, 啊, 在这个加瓦城呢, 啊, 啊, 其实他是不沟通的。 加瓦城呢, 他只是透过Mine the Plastic, 然后, 啊, 再往底层的驱动, 去沟通。 啊, 驱动呢, 再来, 反过来, 调用, 啊, 这个, 加瓦城的, 这个, Mine the Plastic, 啊, 这边, 我们再, 回头来, 太远了, 不要, 不要回头了, OK, 那待会会有图形, 哦, 这里出现了, 应该是往后, 不是回头, 所以, 他是透过这里到这边来, 到这边来, 对不对, 现在在讲的是这个, 当我们一个Cline, 要去call, 一个, 啊, 这一个, 跨境层的Service的时候, 那么, 该透过什么机制, 好, 那我们这边, 就来, 告诉你, 它的结构是怎么样子, 所以Cline, 透过IP接口, 来调用到Praxy, 这你刚刚有看到啦, 那这一个Transact呢, 就会调用本地模块的, 这个Transact, 然后接到, 启动底层, 这个我们来, 这个很重要的部分哦, 这一定要搞清楚, OK, 所以我们用一个图来做表示, 有没有, 我们现在的目的, 就是要Activity咯, 有没有, 这是, E, E, I, T, 啊, 那, T在这里, 啊, 这是,E跟I, OK, 那么, 这里头也是, E, And, I, T, 有没有看出来, E&I, 啊, E&I, 对不对, 然后, 它的这一个, IOC在这里, IOC, 有没有, 在这里, 然后, 这边有一个, 在C++里头, 这我们未来会再说明, 这有一个, 这也是一个, E, N, I, 这也是T, 有没有, 啊, 所以, 在为了要让Activity, call到这边的, 这边扣出去, 就call到Service, 目的是要让这一个, MyActivity, call到Service, 但是, 在Android里头, Java, 只要call进层的部分, 是没有沟通的, 这个, 上面是Java的部分, 所以这边是不能通信的, 甚至在C++的部分呢, 这是C++层呢, 也是, 我画一条C线, 表示这是假的, 这只是一个代表, 其实更有详细的部分, OK, 啊, 这只是, 用一个, 表示而已, 啊, 但是,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是Java层的MyActivity, 透过IMy的call分身, 有没有看出来, 这个分身呢, 再透过ZMI, 扣到C++层, 啊, 再扣到C++层的IMy的, 再往底下, 扣到T, 之后, 往上, 扣到这一个, 有没有看出来, 扣到, Eject, Transit, 他就来扣OnTransit, 就扣到这一个, 这一个呢, 再往Service扣, 就扣到了, 就扣到了, 所以呢, 这个叫做本尊, 这个叫做分身, 有没有, 分身, 那分身的目的, 是要往, 往下走, 并不是, 直接往这边, 这是概念上可以, 实际上, 并没有, 有这边, 而是, 从这边下来, 再到这里, 再到这里, 再上来, 那, 这个未来, 我们都会, 在这个课堂里头, 会很仔细的, 告诉你, 这一段该怎么写, 啊, 就是在核心服务的部分, 啊, 所以我们这一段, 都会告诉你, 该怎么写, OK, 所以在听我的课程, 啊, 不只是, 让你会了解, 而且, 也不只是让你会用, 而且, 要会让你, 告诉自己, 我有这个能力, 上下层, 啊, 无论加把层, 西加加层, 驱动层, 我们都是, 可以自己来写的, 因为Android, 是一个开源, 开放的平台, OK, 那么, 在这ZNI的部分, 我画了一条红色的虚线, 表示, 它并不是直接的, 衔接的, 这里其实并不是直接, 而是间接的, 那我们现在, 就来看这个, 间接的, 意义是什么, 事实上, 它是透过, Linux层, 的一个, Mind driver的驱动, 来, 调用的, 调用的, 那, 这个图呢, 就看得清楚啦, 有没有, 这上面, 就是, Paxi咯, 刚刚看到的, Paxi, Paxi, Paxi提供一个, I-Mind的接口, 给, Activity用, 有没有, Activity, 扣I-Mind的接口, 扣到Paxi, 再扣到这个ZNI, 那这个ZNI呢, 是属于C的, 那就直接, 因为Linux也是C, 所以, 直接就调用到Linux的驱动, 叫Driver, 那这个驱动呢, 来做转指的动作, 就可以跨进程楼, 就可以调用到, 就是C, 这里还是在C跟C在这啰, C加加程, 调用I-Mind的这一口, I-Mind的, 透过EIT, 就是C加加程的EIT, 做反向调用, 调用到On Transet, 那, 这On Transet呢, 就可以, 再往上, 再调用, 这边, 还记得吗, 调用这个 Minder里头的 E-S-E-C Transact 有没有 那这个Transact 再来调用 OnTransact 就是往下调用 再调到 Service 就扣大了 OK 那这里只是凸显的 这个部分 是提示是 透过 混底层的 这个Linux层的 Minder的Driver 来做 真正的 跨IPC的动作 OK 那 这个部分我们 后面还会做很详细的说明 OK 那我们就 在这个针对IMI的接口 就 帮你解释到这里 我们先休息一下